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我桌面這對Adidas 這對是我上個星期網上買到貨的一對新鞋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一對呢 其實這對就是Adidas Stands with 乘以Nego 的Human Made 買這對鞋的時候上網一看就覺得鞋型有點特別 我亦希望它用的質地可能會比較漂亮 但收到貨回來的時候 發覺都是一樣的 都是用的那些皮 都是用的off-white 色的硬膠底 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當然一看就看到 這裡有Human Made 心形的圖案 另外對比起普通的Stands with 它都有一些改動的 首先這裏 鞋竿的位置 其實它比一般的Stands with 鞋竿做低了 流線型一點 另外鞋裡這裏 當然會沒有了Stands with 自己的漫畫公仔 會改為Adidas 而且用這個薄身一點的鞋 雖然是薄身 但是其實呢 我也感覺到一點都不舒服 對 因為真的很薄身 另外鞋子裡的鞋墊 都是那些chip-chip鞋墊 後面就會寫著 Human Made Dry Oil 這個也是Human Made的口號 其實這雙鞋 說真的 我就有點想退貨 為什麼呢 做工不太好 尤其是看到一個位置 真的有嚴重的瑕疵 就是鞋竿 Human Made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印到出界的 這雙Standswith 其實就是70年代 Standswith 是一個網球世界冠軍 Didas幫他做的一雙鞋 這個省也很迷戀 一些五六七十年代 美國的風格 其實這次的Crossover 除了Standswith之外 也有他最喜歡的Campus 等等的鞋款 之前其實也有Crossover 另一雙Standswith 當然之前那些我沒有買 但是說起Standswith 這些網球鞋 我又很想分享一下 我以前買過一些 網球inspired的球鞋 其實有兩雙 就是這雙 就這雙 好了 這一雙呢 其實是Nike的Zoom Classic 也是一雙inspired 70年代的網球鞋 這雙版本 其實是Crossover Nego的Friend 騰元號的Fragment Design 當時它推出的時候 推出了三種顏色 看見後面的G字 是不是很奇怪呢 因為那時候 一推出三種顏色 就是推出了RGB 三元色的 鞋子的部分 就是用了一個綠色的 仿舌皮 我覺得蠻特別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 另一雙inspired by 網球的 會是這雙Sanohan的Cord Sneaker 現在都還有出的 這雙其實也是 inspired by 1970年代的網球鞋 當然Sanohan這個品牌 其實一直都是在玩 那些70年代 80年代 到現在90年代 一些Rock 或者當時的一些復古感覺 所以他們出回這些網球鞋 都無可口非 那說真的 三雙鞋拍起來 這雙真的沒得說了 因為這雙的皮 真的軟熟 真的滑 這些包邊 真的做得厚 做得舒服 鞋裡這雙也是舒服 說真的 這兩雙鞋 都不是很舒服 其實都是用來襯衣服 嗯 對 就是這樣 最後大家記得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拜拜 這雙鞋